欢迎来到欧西独里的频道 这个频道主要分享日文教学、时时观察和阅读笔记 欢迎订阅并分享 这期的基础日文要和大家分享与时间有关的日文 像是早上、中午、晚上、前天、后天、平日、假日等 以及日文中形容时间的不同说法 例如早晚、黎明、傍晚、半夜、前几天等 至于关于四季、月份、星期、日期以及数字的说法 请参照另外两集,连结会放在下方说明栏 现在就让我们马上开始吧 早上、朝、中午、昼、晚上、夜、上午、午前、下午、午、午、午 上午、中午、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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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� 日中 昼中 昼中 早晚 朝夕 朝雨 朝雨 昼夜 白天和晚上 昼夜 昼夜 半夜 夜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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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整个晚上 某天晚上 日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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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夜 一夜 一个晚上 一夜 一夜 昨夜 夕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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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昨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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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晚上 空盤 空盤 前天 昨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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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 今日 明天 明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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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天 昨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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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昨 前几字 前几字 当天 头几字 头几字 连日接连几天 连几字 连几字 前几天 上次 三几字 三几字 以上就是这集的内容 若您喜欢欢迎订阅并分享欧西独立的频道 您的支持是我们继续下去的动力 谢谢